昨天透過了東森新聞的獨家報導 畫面上你看到了這一位 跟諸葛亮擴別二十年的 諸葛亮的女兒謝晶晶 那麼透過東森新聞的鏡頭 跟他的爸爸諸葛亮喊話 希望能夠見到爸爸一面 而在今天呢 諸葛亮面對的小女兒 謝晶晶的親情喊話 他則說聽到了 還說非常謝謝東森新聞 那麼他也說要見面當然可以 但是希望呢 這婦女倆是私下見面 比較妥當的 他說半年前 已經透過了朋友牽線 早就聯繫上了 不過一直都是用簡訊跟電話保持聯絡 今年父親節謝晶晶還傳了簡訊 祝爸爸父親節快樂 只是呢一個女兒想見他 就是這個謝晶晶 而另外一個謝晶晶 想見卻見不到 諸葛亮在言談之間 透露了些許的感慨 謝謝我們這個東森 謝謝 總算看到我女兒二十年沒有看 真的很漂亮 透過東森新聞第一次在鏡頭前看見失聯 二十年的小女兒謝晶晶 諸葛亮說親情喊話 他都聽到了 我就不敢去 真的不敢去 因為怕他哭啦 我會哭得更厲害 就撿信撿了好幾通 最後他回電了 回電我就高興了 叫爸爸就好爽啊 半年前透過朋友牽線跟謝晶晶聯繫上約見面 但當時女兒沒有現身 諸葛亮秀出半年來跟女兒簡訊的對話 除了彼此關心 他還說父親節也收到謝晶晶的祝賀簡訊 知道女兒很喜歡唱歌 甚至希望靠人脈來幫助她 但是遭到拒絕 謝晶晶 謝晶晶 都是最愛的女兒 一個想見 當然歡迎 但希望私下見面 一個想見 但是卻見不到 親情間的糾葛 諸葛亮百感交集 表露無遺 我第一次講話會哄 第一次講話會哄 東森新聞 鄰近卓金國 SN小組在臺北報導